現在肯定要討論加烈粉的早數是 國家檢長文化博物館集團想要 想要參加這個海關來參加這個 變種率 但是以往是這個海關 看法牆手來抓到這個早數粉超過六百條 海關不可以在請點數量 十九線由頂三的入客 在東京檢查到行李裡面有六百四十條 日本的加烈粉 創下過一百的入客 他們持有最多的記錄 等一天 總共有查到一千空十一條 也創下台北關過一支最大的量 多當天二十 又去查到早數加熱粉 總共有九百二十四條 自從疫情解封之後 海關查獲的加熱煙 到昨天為止共有八千五百一十條 尤其是這兩天 查到的數量特別多 台北關統計 十九年十月開封之後 查到早數加熱粉的數量 加很多 早數集團為了要來 倒閉 他們安保守監點 經歷了解 省以為入客 他們還要條工變種 其中一個人甚至在出境的時候 是低頭嗎 日境的時候 都條工跟接著等頭嗎 同樣去由海關查到 就只有集數條例到沒收 目前海關是按照海關機制小例 三十九條 藏扣這些加熱煙後除 等將來煙酒管理法及煙海防治法 相關法規完備以後 海關才會配合調整 占對立法院三國通過的 分海風地法 報分調問修正案 會把加熱煙的分體 還有債酒和藏扣去管理 海關來抹消的這些加熱煙 是不是有所謂的背上問題 台北關回應說 目前是照海關接受條例來查起來 但相關法論完備會照 發來調整 記者 綜合報道 記者 綜合報道